我們再把他轉回來 這邊有兩個警衛這個地方 你往左邊走 這邊其實有一個秘密房間耶 你發現了嗎? 如果錯過這個秘密房間的話 你就拿不到這個蝴蝶結 這是這個關卡的蝴蝶結 拿好以後 我們再去解決守衛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這個影片給我起來玩 碧雞公主表演時刻 我們已經打到四樓了 我們今天要打四樓的關卡 我們從最左邊這個關卡開始打 這關卡是忍者的關卡 我們進去囉 這個是四樓 所以難度 關卡的難度會變得比較強一點 我們第一個打的是烈火人法鐵 這個關卡 碧雞公主化成成忍者 她是忍者碧雞 登場了 一開始他看到兩個忍者 兩個孫明 他說我們是幫手嗎? 感激不盡 那我們就來去幫他 幫他什麼事情 不管是什麼事情 在我們繼續幫助他們之前 這邊有一個地方 你可以按ZL 讓這些樹叢開花 你可以拿到一些錢 拿到錢以後 我們再去幫助村民 是這樣子喔 村民這些忍者 他們的城寶被這些傢伙佔領了 誰佔領了? 有很多的看守 還有一個 奇怪的裝置 必須趕快破壞這個東西才行 那這個看守的話 你就從 他所謂的漏洞這邊鑽過去 然後從他背後給他背刺 這樣就解決他了 在我們繼續走之前 這邊有兩個燈可以把它點亮 我們按ZL點亮一下 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錢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喔 嘿 這邊有警衛 他的燈照到你了嗎? 沒關係 我們可以化身成牆壁 然後從這邊走過去 趁光沒有照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從牆壁這邊跳過去 這邊 跳上去以後 給他背刺 漂亮 然後在這兩個忍者 兩個村民的中間 按ZL 可以拿到更多更多的錢 我們繼續往前走 我在這個地方有個白白的圓點這邊 按ZL 拿到錢 然後我們從這邊下去 這邊有兩個守衛喔 上去給他背刺 然後這個守衛在睡覺 叫他起床 我們繼續走之前 後面有個地方在發亮 大家有看到嗎? 這邊呢 我們按ZL 繼續拿錢 這個地方有超多超多的錢幣的 不過你會發現中間有個很大的錢幣很難拿 這樣你怎麼樣都不能拿到中間的錢幣 如果你真的想要拿到中間的大錢幣的話 方法是 你可以跳 跳完以後馬上按B 攻擊就可以拿到中間的大錢幣了 像這樣 跳 然後按攻擊 就可以拿到中間的大錢幣 每個錢幣都要拿到 這是百分之百的攻略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然後從這邊這個洞下去 會遭到更多更多的警衛 他說這個警衛對聲音很敏銳 所以可以利用他們對聲音很敏銳的這一點 吸引他們的注意 像這樣 我來碰一下這個邊 就會發動一些聲音 然後警衛被我們吸引過去的時候 我們就從他背後給他背刺 他就被我們解決了 然後繼續走之前 這邊有個地方可以按ZL 這邊有一個祕密的房間 從這邊進去以後 你可以拿到一個燦光石 拿到燦光石以後 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前面的警衛也是對聲音很敏感 我們就先 讓左邊的警衛 被我們吸引到 我們再讓右邊的警衛 也被我們吸引到 都被我們吸引到以後 我們再從後面被刺他們兩個 然後來解救村民 他會給我們一個燦光石 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走 這邊說有個機關 能夠內外旋轉 我不管他怎麼旋轉 我們就是 趁空隙的時候解決到這個 守衛 然後我們從這邊彎過去 拿錢 從後面走過去 等到守衛出來以後 我們再 轉過去 K他 再繼續往前面走之前 你看到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的場景 先不要走 這個後面有一個燦光石 不要錯過了 這是第三個燦光石 你錯過了嗎 這四樓的關卡都超難的 一下子就錯過一個燦光石 然後我們就到這邊 K他 啊 我被看到了 沒關係我們再來一次 然後 趁他不注意的時候 K他一下 就是他 都解決以後 我來拿這個燦光石 先這樣 然後 把彎過來 這樣我就拿到了 不僅拿到了 還把這兩個 牆壁放得很近 放很近 我們就可以 踢牆上去 這邊有壞人 有守衛 會 拿的光照我們 他說好像有什麼噪音 我們從這邊下去 然後靠著牆壁走 希望不要被發現 然後從旁邊這邊 然後從旁邊這邊 上去給他被刺 然後拿到這個燦光石 在這個地方啊 這邊 長得像這個樣子的地方 你可以先到後面去 知道這兩個警衛昏倒 這樣他們就昏了 然後再把他轉回來 這邊有兩個警衛這個地方 你往左邊走 這邊其實有一個秘密房間 你發現了嗎 如果錯過這個秘密房間的話 你就拿不到這個 蝴蝶結 這是這個關卡的蝴蝶結 拿好以後 我們再去解決守衛 守衛會昏著等你 等你解決他 持續在昏睡的狀態 解決守衛以後 也拿到我們的 蝴蝶結 後面就可以繼續往前走 接下來是這個關卡最難的地方 因為接下來 必須用跑步的方法 我們沒辦法把他停下來 如果你錯過一些參觀石的話 你就可能真的要錯過要重玩 我們到了城堡的 比較高的地方 我真的很討厭像這樣的關卡 我真的很討厭像這樣的關卡 反正你可以 你可以死但是 參觀石不要錯過了 這邊啊這邊 我可以倒 我可以倒但是我一定要拿到參觀石 這邊有錢幣可以拿 尤其最後這邊 專心專心 要跑快一點 少拿參觀石 可以嗎 我知道如果這邊 大家沒有過的話 就直接 去死一死 我們又來了 一定要拿到這邊的星星碎片 如果沒有拿到的話 你就可以去死 我這招真的超厲害的 我這招真的超厲害的 我一定要拿到所有的星星碎片 帥 就這招如果大家發現沒辦法過關的話 直接跳下去 犧牲自己 拿到參觀石 就能拿到卷軸 就能拿到卷軸 就可以發揮忍數 就可以發揮忍數 架著一條龍嗎 打破壞人的機關 就可以發揮忍數 就可以發揮忍數 架著一條龍嗎 就可以發揮忍數 這個關卡 這個關卡有點難 尤其是最後 最後那個星星碎片 真的超難拿的 希望大家都能完美的過關 然後還拿到蝴蝶結 謝謝 強迫症 一定每個東西都要拿到 才能過關 才算過關 那接下來 我們來去第二個關卡 四樓的第二個關卡 是 盜賊的關卡嗎 我們來去盜賊的關卡 這個盜賊的關卡叫做 蒙面怪盜被搶走的黃金像 碧雞公主化身成蒙面大盜登場 她是怪盜碧雞 她拿到這個城鎮 這個城鎮的象徵 黃金像 要被搶走了 小心一點 我們差點掉下去 那種盜賊的關卡 你要 使用那個勾子來過關 這邊有勾子 我們勾一下 到下個平台 有聚高證的大家 有錢 下面有星可以拿 這邊有燦光石可以拿 不要錯過了 繼續追逐黃金像 然後我們到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的話 把鎖打開來 打開鎖 我們可以從這邊進去 在我們繼續往前走之前 不要忘了 左邊有一個 NPC可以救 救了她可以拿到這個關卡的蝴蝶結 拿到蝴蝶結以後 這個地方可以按ZL 可以把燈打開來 這樣可以拿到一些錢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邊有很多很多的雷射 我們上去把雷射關掉 關掉以後 這邊的巡邏機就會開 就會啟動 小心不要被他炸到 我iZL一下 可以來到一個秘密的房間 這邊花了很多錢可以拿 不要錯過了 然後我們去離開 那我們去離開 小心不要被照到 左邊有什麼東西可以拿 我看一下 左邊我發現沒什麼東西可以拿 我要走 這邊有很多的猩猩碎片 我就先開鎖 然後上去拿很多很多的猩猩碎片以後 然後再去這邊拿其他的猩猩碎片 然後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欸 然後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生命值好像快要光了 不曉得這邊有沒有可以補生命值的地方 沒有只有很多錢 我們開鎖 然後到下個場景 這個地方如果連續的 成功的 待遇了很多很多的 前面的機關以後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 燦光石 剛才我少拿到一個機關 講說我剛才去補了一個機關 卻拿到燦光石 我再解鎖一下 到下一個房間 希望這個地方有補血的東西 有補血的機關 有補血的道具 沒有這邊有燦光石 大家可以過來拿 這樣把所有的錢都拿到哪裡 以後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這個地方我覺得有點難 就是 你要動作快一點 就你很可能會從水管上面掉下來 這樣 盡快 盡快 不然的話水管會掉下去 然後這個地方 有 燦光石可以拿 就是可以不要拿錢 可是最重要就是燦光石要拿 這個 最重要就是燦光石要拿 然後就可以走了 剩下什麼錢就沒什麼好拿的 怪盜來了 怪盜來了 好 這邊有顆星我補一下血 那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從這邊下去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幫他 無面怪到 他想要把黃金像搬出去 讓我們幫他 我們就打開這邊的起重機 然後到這邊跟這個機關互動一下 然後到這邊跟這個機關互動一下 欸 喔 好險 活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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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著活著 然後我再跟 右邊的機關互動一下 右邊的機關互動一下 成功了嗎 我要從哪邊走 我要從哪邊走 爆炸了 要從旁邊那邊走 要從旁邊那邊走 逃脫逃脫 要封鎖所有的區域 我居然還拿到一個燦光石 太讚了 成功投脫 超帥的 就我們應該是拿了所有的燦光石 還有所有的 蝴蝶結都拿到 外道必吸的關卡 四樓的關卡難度比較高一點 從第二個關卡離開以後 我們來去 第四層的第三個關卡 這是功夫的關卡 這個關卡叫做 功夫英雄傳 那這場舞台劇裡面 碧雞公主要化身成 一個功夫的碧雞 功夫碧雞公主 一進入這個舞台以後 會看到 有個壞人 把功夫的師父打敗了 我們來去救我們的師父 是從稻草那個方向 傳來一個很大的聲響 雖然我們想要救師父 但是往道場的這個階梯損毀了 怎麼辦 我們就讓這兩個徒弟 打起精神來 打起精神來以後 徒弟就會想到 後山應該有路可以前往上面的道場 我們就來助他們一臂之力 來到後山喔 那我們在繼續前進之前 這邊有錢可以拿 把錢拿以後 我們繼續往前走 解決這些小壞蛋 然後把這個燈點亮 可以拿到一些錢 我們繼續去救師父之前 我們繼續去救師父之前 這個後面這邊有個燦光席 不要錯過 拿到燦光席以後 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走 你要幹什麼 把這個小壞蛋打爆以後 拿一顆星 再把這邊的燈籠點亮 再把這邊的燈籠點亮 這邊的燈籠一定要在 碧姬公主還沒有變成功夫碧姬之前點亮 如果變成功夫碧姬以後 它就沒有辦法發燦光了 所以這個時候要把它點亮 然後我們來讓這個徒弟打起精神來 打起精神以後的徒弟就可以把這石頭打壞 我們可以繼續往前走 從這邊可以往山上走 可以往道場那邊走 但是現在門被 很多小壞蛋看守了 不能從這邊過去 那麼就先往右邊走 要我們經過功夫大師的試煉 我們就小心不要被這個 木樁推到洞裡面去了 小心點 像這樣 把燈點亮 然後我們就要變成功夫大師了 這邊 敲三聲羅以後門就打開來了 算是我們通 還沒有通過試煉嗎 還要通過這個 大柱子的試煉 通過試煉以後 我們就變成了 功夫碧姬 四樓的關卡喔 有點難度 一不小心就被木錘打下去了 沒有錯 沒有錯 他是功夫碧姬 你變成功夫碧姬以後 就會有很多小壞蛋來找你的麻煩 那我經驗的話 我們就先跳下去 去 給你一踢 被打被打被打 B7公主被打 然後我們繼續往前走 這個時候我們是功夫壁機 就可以打壞這些小罐子 拿到錢 然後可以打壞這些木樁 然後可以打壞這邊的木樁 可以拿到一個燦光石 這樣我們可以打壞旁邊的石頭 打壞旁邊的石頭也可以拿到一個燦光石 這樣小壞蛋就擋不住我們了 要把門踢壞,來去救師傅 師傅我來了 很多小壞蛋 發功了 帥吧 解決 大師來喔 你要對付他的話 你就趁他的那個圓點縮起來的時候按B 像這樣 圓點縮起來的時候按B 就可以把他打昏了 BOSS其實很簡單就可以對付得了他 如果我們到了到道場的話再跟我一站 離道場還有一段距離 要打很多小壞蛋 師傅等等我 我們在這邊按ZL一下 這就可以讓這個燈籠點亮 可以拿到一些錢 然後我們可以走上去 這邊上面有一個燦光石 不要錯過了 然後再來把所有建築物都把它打壞 打壞這些建築物以後 你會發現原本是建築物的地方 有一個地方在發亮 什麼地方?在這邊? 這邊 這邊在發亮 我們按ZL 就可以進去一個祕密的房間 這個房間有很多很多錢可以拿 不要錯過 拿錢以後我們就可以離開 這可以踢壞嗎?可以的可以踢壞 好 然後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這個地方是有很多很多的石莊 木莊 木莊上面有放很多星星碎片 那我的經驗就是 後面的木莊啊 會倒 所以後面的木莊的星星碎片要先拿 那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拿的話 你就在這邊跳下去死一死 然後再重新玩就對了 反正燦光石是一定要拿到的 就我們來拿燦光石 先跳到柱子這邊 也很快的速度 把這個 碎片全部都拿了 拿了以後 就安心了 就安心了 不要管這些壞人也可以 或是你想等他們 過來解決他們 那我們就可以到下一個關卡 好 這邊有個新的機器 有柱子 你可以在柱子上面 好像滑流梯這樣 這樣 很帥吧 新的機器 這遊戲常常會介紹一些新的機器 我就覺得蠻有創意的 不要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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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到上面 你帥吧 你帥吧 然後我們就實際往前走 這邊應該沒什麼東西可以拿 又到了很多很多木莊這邊 打這些小壞蛋 讓他們下去 那如果把這些小壞蛋都打爆以後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燦光石 當然錢幣也是可以拿 我們繼續往後面闖關 怎麼跳到這柱子上面 把這些小壞蛋都打爆 然後來拿星 這個地方的話 這邊有在亮亮的 你有看到嗎 這邊 在這邊你可以按ZL 這個地方居然有個秘密的房間 然後居然有一個燦光石在這邊 不要錯過了 拿燦光石拿到錢幣以後 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然後在這個房間裡面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斷帶還有一個蝴蝶結在這邊 把石頭打壞 就可以救出這個NPC 拿到蝴蝶結 你錯過了嗎 那我們再繼續往前走 來去打BOSS 怎麼辦 打起七神來 我們現在沒有燦光 我們現在只能打人 把他打爆 終於我們來拯救師父了 師父我來了 這邊有顆星 我們來拿一下星 好多好多小蘿蘿在這邊 我被打到我被打到 沒了嗎就這些人嗎 跳到柱子上面可以打大家 跳到柱子上面可以打大家 比較帥比較快 還有更多人還有更多人 用這招就對了 用這招就對了 終於我們來救師父了 你的招式 彷彿就是功夫大師 我們有4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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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BOSS很好打 不要說我很好打 等下被打爆 好 來囉 都更高的地方 就等他那個圓圈變小的時候 你就按B攻擊就可以了 我們拿到最後一個燦光石 就這樣我們就拿到10個燦光石 全部的燦光石 跟這個關卡的蝴蝶結完美過關 蝴蝶結 我們有救那個蝴蝶結那個人 然後獲得禮服斷帶 第四層樓的最後一個關卡 我們來了 第四層樓的最後一個關卡是 偵探的關卡我們來囉 這個偵探的關卡叫做名偵探事件部 物語中的陰謀 偵探B機登場了 在這個城市這邊他看到他的助手 說有一個可疑的傢伙在城市這邊徘徊 我們在這邊守住戴兔一下 沒有過多久我們就看到了壞人 我們就在他後面偷偷的跟蹤他 看他要做什麼壞事 不要被察覺 我就在這個電話廳後面躲著 希望不要被他看到 然後我再躲在這個樹叢的後面 接下來我再躲在這個 看板的後面 要慢慢的躲 這樣 因為那個NPC會移動那個看板 我們在躲在樹叢的後面 不用躲了 壞人已經跑走了 我們來看一下他丟了什麼 訊息 他說計畫很順利 那個馬上就能完成了 什麼是那個 根據他留下來的訊息 他們要在據點會合 我們要去看看壞人的據點在哪個地方 我現在拿一個心 然後我們繼續去調查 我來跟這邊NPC講話一下 他說他沒有看到可疑的傢伙 他說有人有聽到腳踩到積水的聲音 剛好這邊有一個積水 我們來去調查一下 所以我們看到積水 有腳印 經過剛才那邊的垃圾桶 我們來去看一下垃圾桶 來去調查一下 因為這邊這個人說他沒有 沒有看到有人走過來 那這個人說他是紳士 不會踩到積水 所以壞人會踩到積水 那我們看到積水這邊有腳印 通過垃圾桶 我們可以繼續往這邊去追壞人 不過在我們去追壞人之前 這邊還有一個斷袋我們可以拿 這邊 這個會給我們 蝴蝶結這個人 他說 他想要真會畫大師的畫作 那有三個畫作 不曉得哪個是真品 然後你跟他講話的話 他會說 這三幅畫作裡面 只有一幅是真會畫大師的畫作 如果能夠識破的話 就把畫作送給我們 那哪一個是真的呢 我們來跟他講話一下 他說 陳寶的這個畫作 的作者是冒用我名字的冒牌貨 你要小心 所以陳寶這個畫 陳寶這個畫是假的 陳寶這個畫是假的 那現在剩下兩幅畫 我們來調查一下 這幅畫他說 描繪了卓越明真太的畫作 真會畫大師畫的 那如果調查這個呢 他會說 描繪了寧靜街景的畫作 是真會畫大師 的弟子畫的 所以中間這個 也不是正確的 也不是 也不是真的 真會畫大師的畫作 是假的 所以中間跟旁邊 右邊這個是假的 那 真的應該就是這幅畫 我們來識破一下 啊哈 啊哈 這樣我們就成功的拿到一個 蝴蝶結 那我們繼續去追壞人 我們來到第二個場景 壞人真的還在前面 不要跟丟了 我們就躲在這個木桶的後面 那我們再走在下一個木桶的後面 還是要先 走出去再走回來 希望不會被發現 他說有可疑的家伙在前面的公寓那邊 這邊看起來有些錢 我們可以調查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到了這個 三個房間 三個房間的公寓 三個門的公寓 我們跟我們助手講一下話 據點 壞人的據點在這附近 那到底是哪一個才是壞人的據點呢 我們看一下這下面調查這個 有沒有什麼資訊 製作那個的準備已經就緒了 我們三人在據點裡面會合吧 答案其實是中間這個門 為什麼是中間這個門 因為如果你跟他講話的話 他說 他跟弟弟在最右邊的房間 一起住在最右邊的房間 所以 最右邊的房間不是壞人的房間 那如果你跟旁邊這個NPC講話的話 他會說他跟朋友搬到 花朵浮雕的房間去住 所以 花朵的房間 是最右邊這個花朵的房間 也不是壞人的房間 所以壞人的房間是中間這個 這樣我們就識破了壞人的房間 這樣可以拿到一個燦光石 不過在真的進去調查之前 你可以往右邊走 右邊這邊有一個發光的地方 我們繼續調查一下 這邊應該有個燦光石 這邊應該有個燦光石 拿到燦光石以後我們就可以離開了 然後我們可以去找壞人 在這公寓裡面悄悄的進去 這座城市馬上就要 在那個地點把那個給 要炸彈 要炸壞建築物 他們要立刻實行計畫 到底他們要去炸什麼建築物呢 這邊有什麼東西可以調查 這邊 這邊好像有東西可以調查 我差點就進去了 先調查這邊有一些寶箱 還有這邊有個寶箱 拿到寶箱以後我們可以離開 然後真的去調查犯罪的地點 這邊有個寶箱可以調查 這邊有寶箱可以調查 這邊是他們做的炸彈 這邊有一個望遠鏡我們看一下 卻有看到一個塔 所以他們要去這個塔這邊放炸彈嗎 我們跟助手講話一下 他們打算把炸彈安裝在哪裡呢 這邊 這邊 這是在有鐘的地方 這是非常危險的藥品 在箱子後面有東西喔 有些錢 所以應該是 這個 有時間它在12點爆炸 然後而且我們在望遠鏡有看到有這個鐘 所以我們就來調查這個鐘 鐘樓 他們真的要在鐘樓放炸彈 馬上前往鐘樓 這邊有一個 這邊居然有一個燦光石 差點錯過了 右邊有什麼東西嗎 有些錢 拿錢拿燦光石我們就可以進去了 看起來這個鑰匙需要6號鑰匙 這個是8號 這個不知道幾號 這個也不知道幾號 這個是5號 這個是9號 其實我覺得這個9號是6倒過來 所以我把這個鑰匙拿了 這應該就是6號鑰匙 拿了6號鑰匙以後 我們可以拿這個6號鑰匙去開門 你拿出去開這個電梯 就可以繼續往上走 阻止他們爆炸的陰謀 我們就上去追歹徒 我感覺在每一個 每一層樓要再繼續前往調查的時候 都應該往左邊看一下 我覺得 左邊好像都有什麼東西的感覺 這邊有什麼 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燈 可以打開來 這邊有個壞人在這邊 有三個壞人我們現在追到第一個壞人 炸彈不在這邊 我們繼續去調查 其他的地方 那我們往右邊走 馬上看到第二個壞人 根本不用調查 他就會被抓到 炸彈安裝在哪邊呢 在頂樓 那我們就上去頂樓 這邊好像有藏一些 小小的方塊的感覺 這邊 我們調查一下這個 然後調查一下這個 來調查一下 這邊有個手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手 這裡面有藏一塊拼圖 其實是齒輪的一部分 我們就把這些三個齒輪的一部分 放在這邊 我們就會開啟電梯 我們來上去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需要一個鑰匙 鑰匙 鑰匙在哪邊呢 我把這個齒輪拿著 然後把它放在這裡 可以開啟通風口 可以開啟通風口 那如果我往左邊走的話 這邊有個壞人 這樣我們打三個壞人都抓到了 不過我們還沒有拿到我們的炸彈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上去嗎 從通風口上去 這邊上去可以幹嘛 這邊是不是有個鑰匙 有個鑰匙 要啟動這個裝飾需要鑰匙 要啟動這個裝飾需要鑰匙 接上說另外一邊進去 就可以拿到鑰匙了 拿到鑰匙可以上頂樓了 這邊的話 要調查一下 好多好多好多的足跡 我猜最後的足跡是在這個中這個地方 我再來調查一下這個中 炸彈 炸彈就真的在這個地方 不過已經來不及拆除炸彈了 已經沒有時間了 旁邊窗戶有一條河 窗戶的附近有一條河 就把炸彈 往窗戶外面丟過去 丟到河裡面去 叫我們又過了這個關卡 拿到所有的燦光石跟 一個蝴蝶結 那我們先去打這邊的BOSS 四樓的BOSS 四樓的BOSS要25個燦光石 我忘了這層樓的BOSS是誰 我有練習過 但是 我是前幾天練習的 所以 其實我忘了BOSS到底是誰 因為會很難就是 所以 我們就一起去打BOSS 啊我記得好像是一個獅子 我們先看到這個貴仆 他在這邊等我們 他覺得我們破壞他的好事 我現在才發現 他的他沒有手臂耶 他沒有手臂 他沒有手臂 蠻難的啊聚光師 這個BOSS 這個BOSS蠻難的 那你打他的方法就是 不要怕他吐出來的這個球 把他反擊回去就是了 他會突出一些球 他會突出一些球 這球可以反擊回去 像這樣 像這樣 像這樣把他反擊回去 可以把他反擊回去 像這樣可以把他反擊回去 這是第一個階段 雖然比較簡單 後面的階段比較難 打他 你站在這邊 在這邊不會被打到 在這邊不會被打 安全 安全 反彈一下 沒有打到 沒有打到沒有打到 打到不打到 他要被打倒了 打工時間 我下個階段比較難,下個階段有兩個獅子 然後我的經驗是,你打任何一個獅子都可以 他要幹嘛他要幹嘛 獎勵打任何一個獅子都可以 然後站這個獅子的下面,不然會被雷射射到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獅子的下面,不要被雷射射到 好像獅子會衝下來的感覺 我忘了是不是會衝下來,好像會衝下來 不要管他,不要管他 這關卡有很多招啊 發弓 讓他回家 像這樣我們就過了第四層樓的BOSS關卡 我們過了第四層樓的BOSS關卡 還有過了第四層樓的四個關卡 第五層樓就開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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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層樓的BOSS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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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